知道 我覺得 柯P真的太妙了 理性 科學 物實 那我一開始就講 他什麼理性 科學 物實 他根本跟神聖 羅馬 帝國一樣 既不神聖 也非羅馬 更非帝國 完全胡說八道 沒錯 柯P在這選舉裡面的口號叫做 理性 科學 物實 可是這三個人好像恰恰 就是他們最缺的 我怎麼這樣說呢 理性在哪裡 寶傑你知道 我們在選前的時候 你只要跟Carmen講不一樣的話的時候 到時候是這樣 馬上你 很多粉絲出來給你出真理啊 把你灌爆你的留言 好的 我投科 大家都是這樣反應 你覺得這樣理性嗎 是 他不是理性 他是瘋狂 對 那你科不科學 科不科學 我們用民調來說嘛 民調公司做了民調當然很 就是科學嘛 結果他們 他們信他們自己本身的民調 他們說我們是街頭訪問的民調 寶傑 科學有科學的方法 不是街頭訪問 那就做科學 什麼都真的科學 你到底搞得清楚還搞不清楚 要有科學的方法跟科學的抽樣 是 他是瘋狂 他是萌妹 對 好 另外一個 這個務實 抱歉人家現在都已經 投完票了 投完票的時候誰領先 這個賴清德550萬 跟你的368萬差那麼一大一截 他們現在說做票 一開始做做票 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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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做票人家說沒有做票 沒有沒有沒有 是制度的問題 我們要制度要改革 都是你在講 你根本一點也不務實 你到底在搞什麼 務實就是你輸了 你輸了你要檢討你甚至出在哪裡 但是他們務實的方法是檢討 民調公司不對 然後檢討說這個制度不對 都是不對 沒有人說是我們自己不對 這就是他們的科學 理性科學務實 就是這樣的呈現 不是 我覺得最不可思議的是 還有號稱是這個社會的高收入 高知識分子 對 在跟隨他們 對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最科學的部分 因為我們科學部分 你看 他們選前公布的民調是這個樣子的 寶傑 你看 這個當時的這個小美琴是27 他們27% 然後這個這個吳欣瑜 他們是26.9% 然後這個吼吼瑜他們是26.4% 那這個民調出來的時候 寶傑他錯的相當相當之離譜 離譜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 他名次都錯 那一般的我們大部分的民調公司裡面來說 可能是這個名次都對 但是他連名次都錯 然後數據也都偏差相當離譜 譬如說以這個賴欣德他們27% 但是結果是40% 然後這個吼吼瑜他們是26% 結果結果是33% 只有他們的數字是對的 他們這裡是對的 所以知道他們這個 我看了結果 我覺得他們一定經過 內部的調和之後 才得出這個數據 否則怎麼會是這個數據嗎 所以我才從他們民調來看 你也知道說 這是最沒有科學的一份民調 難怪我要講 今天有媒體的社會論 就直接講黃三三說 你在這個上面 民調上面造假是 一犯 再犯 三犯 OK 那事實上在選前 我們講到這個黃三三 他在民調的時候 大家其實都已經覺得 打上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為什麼 因為這不是第一次這樣 從他來選台北市長 他就一直說 他是民調第一啊 他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你看他還說什麼 民調第一啊 然後就我坐二望一 不必渲染 然後就我這個自信 投票隔天就可以上公 坐二望一 結果最後他是老三 而且還輸了不少 那這個民調到底是怎麼會回事 再來就是之前的 這個藍白河的時候 他硬要拿這個所謂 柯批領先的民調 其實這個民調 再怎麼不符合科學規則 他還是要把它拿進來 就是因為他 堅信要這個樣子的時候 才導致這個藍白河 破局的一個狀況 那你根本不用講 這一次的選舉的時候 他一直拿他們的民調 民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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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 這個2024民調揭秘 柯文哲 你跟賴清德 已在誤差範圍內 誤差範圍內 誤差範圍內 什麼叫誤差範圍內 誤差範圍是2 3%的差距 你跟賴清德 最後的差距是相當相當 快要10%的這個差距 這到底是哪門子 你根本公布的民調 完全都是相當相當 離譜的一個數字 而且我覺得 一個做一個選舉活動 你最後要吹哨子壯膽 你要等於說 增加自己的信息 你要基本盤 不要崩潰 你去吹噓 如果我還是很強 我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支持率還是很高 我都可以接受 是 可是我不能忍受的是 你理性科學務實的狀況下 你等於說是 你自己要吹牛 是 然後呢 你這個對照組 當別人是那個 國王心的小孩子 會映照說你在說謊的時候 你去攻擊 你去摧毀 你去污蔑 現在你不但要 污蔑民調公司 對 連選務機關 你都要污蔑 沒錯 我們就講嘛 你公布 在選前大家選舉 每一個人都說他第一名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是 你戳在什麼地方 千不該萬不該是 你不能說別人的民調 都是造假 別人的民調都是被收買 可以買的數據 然後就出征 對 然後我們這邊 就有一個受害者 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大家把它抹黑抹黃色 這個樣子 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 而且你是散動你的支持者 你去鼓動你的支持者 而且你跟那些散動者 就做非常友好的動作 你要把這個社會 搞得天下大亂 然後你才跟我講 你是理性的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最不能原諒 柯文哲是什麼地方 因為他把話講得很硬 他比如說 他說我絕對還在 這是12月獎 我絕對還在競爭範圍內 很多把柯文哲做成第三民調 都是假的 我要一個一個紀錄 然後出來看誰沒有穿褲子 讓這個假民調一次 撤離現行 哇 選前講這個樣子 就現在的假民調都是他的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他講這樣之後 他的粉絲 開始去出征別人 主帥都這樣講 他們就開始說 你都假民調 假民調 就是因為他這樣講 他就跟那些民調 公式宣戰嘛 那他根本就跟川普 當時去佔領國會三中的 都過一模一樣 所以他很多粉絲 就開始用一些影片說 我們覺得誰是 影片是假的 這個民調是假的 就是因為他這樣說 他去煽動 那怎樣 現在怎麼樣 人家問他的時候 我現在沒時間看 回去再做一個表 看看這個民調公司準不準 我跟你講不用看 就是你們最相信的最不準 其他民調公司 抱歉 人家都準得很 所以我再跟你講 他們是最 至少在民調上面來說 他們是完全不科學的一個方式 而且我看選舉看了很多次喔 以前最早台灣第一次冰鬥什麼 中立事件 當成許姓良 後來台南有一次市長 也是跟大家預估的選票值差太多了 大家也開始冰鬥 這一次我從來沒有看到 老三去質疑的 沒錯 更沒有想說 你差距這麼大 人家差距一趴兩趴 你說質疑很有道理 你差距十趴 而且事實上這次選舉完之後 大家覺得最慌沒有什麼事 他們現在開始說 有人做票 我們這個 我們抓了很多有人做票的狀況 然後就說要怨票 保久沒講 莫名其妙 為什麼你看 人家蕭美琴跟賴欣德 他們得了558 你得到369 你跟他差了快200萬票 你看中間的頭影跟周大昂 都沒有說話 那你就說 我們這個監票部隊 感謝監票部隊很辛苦 我們或許有些地方沒有監票掉 但是保久我問你 國民黨會不會每個票位都去監票 當然 他絕對監得比你仔細 我跟你講如果真的出人的包 國民黨絕對可以先踢翻 還輪得到你踢翻 絕對是我先踢翻 而且很多這個過去國民黨 那麼綿密的系統 他抓到你做票的時候 已經馬上就冰斗了 還輪得到你講 所以就是說 你看國民黨都沒說話 你在那邊講了老半天 然後用了很多影片 後來被證明說 作假 作假影片 然後作假影片 沒有...我們不是focus在怎麼做票 我們也沒有這樣子 那甚至還有他們支持他們說 沒有 我們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事 然後現在開始說 我們要求的是選務改革 轉到選務改革了 對啊 那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所以你知道 轉來轉去 反正話都是你這樣講 今天這一句話不對 往回轉 也是對 所以轉來轉去 只有他們說的話才是對的 別人說的話全部都是錯的 而且市長 你當你是台大經濟系 你也學過統計學 很清楚就是 你做一個民調 做一個統計 能分母 能母數 你的母體 你的抽樣 抽樣之後 你如何矯正回 你怎麼做這個回歸分析 你怎麼樣去做這個所謂的 這個統計 那是非常專業 而且要長期經驗累積的 我覺得 他們最必要是 兩個人走在路上 這樣子問一問 當然我也尊重 因為那也是一種方式 可是你不能用這種方式 去污衊 大家兢兢業業 長期累積的這些 民調基礎啊 對 沒錯 事實上這次在討論 有一個叫木炭民調 就是當時柯文哲 還商了他們的節目 然後他講 誰的民調比較準 我們17號來見真章 他們的做法是這樣 他們是 在街頭上面一個問 可能在某個地方問 然後用100個100個這樣問 然後作為統計出一個大數據 然後保安他們也說 他們有調整過 他們有公布他們的年齡分布 什麼分布一大堆 做的就很像是真的 可是問題是保安 這不是科學的方法 所謂的科學的方法 那是白連教的方法 所謂的科學方法 你問吳子亞董事長就知道 他們抽樣有 他們抽樣的母體 然後有怎樣的這個變化 然後哪個縣市 然後怎麼樣的數據 年齡層什麼都有 他們相關的規定在這裡面 然後1000多個 這都是有 這是為什麼會有這些數字 這是幾十年幾百年的統計學 告訴你的東西 結果他們就相信說 我們接受 你知道公開的民調裡面 我當然最相信 戴利安的每一島電子島的民調 可是私底下我最相信什麼 我最相信民進黨的民調 民進黨當時為了 因為他們要打天下 他們要知道最新的基礎 你知道他們當時做了什麼事嗎 花了四百萬 對 花四百萬幹嘛 四百萬都請公讀生 把全台灣所有的電話部 全部coding進來 因為你的母體越完整 你抽樣的這個數字越準確 你的答案會越準確 人家基本上我光這個東西 我這個已經幾年了 二十年前 二十年以前 二十幾三十年前 花四百萬coding 你兩個人拿個牌子 你跟我講你很準 對 而且他們說 他們很科學的方式 母體什麼都有 保證不是這樣說 你會在某些地方出來的人 那些人就是 本身就是一種誤差 一種偏差 所以他們連這個都搞不清楚 然後一直在那邊說 這不是科學理性誤實嗎 這個民調也非常多人 突然來給我看 那因為很多人跟我讚 我跟他說這個完全就不是科學的方法 但他們說我們才不科學 我當時都很說 我都很想跟他們說 沒關係 我也同樣一句話 我奉仲偉 當初跟我出征的所有人 我們現在見真章 到底誰是真的還是假的 不是 我這一次 我以前覺得秀才遇到兵 是怎麼樣的感覺 現在我的感覺是 秀才遇到草包 你沒辦法談啊 對 沒錯 我們都跟他說科學方法是什麼 他講不清楚 他就說我們最準 好 現在十七號 現在已經見真章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再告訴你們 這個物實 理性科學物實 在這一次看起來的話 好像柯文哲人 我知道他可能是認為說 我沒有 所以我把這個函當成口號 但是事實也證明 他們真的沒有 好 所以董事長 剛才講這個太誇張了 民調輸了 然後就開局去質疑民調公司 然後發動他的資者 或是用各種方式 毀滅 污蔑 然後糟蹋 羞辱 各種方式 然後去攻擊這些公司 第一個什麼 你今天民調輸了 去修理民調公司 今天選輸了 居然謝謝監票單位 這幾天黨部正在統整 所有通報異常的狀況 也將相關市政向學委會 提出舉報 選舉結果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該查得清楚 今天聯合報也說 你是一犯二犯再犯 他怎麼這麼敢啊 當時丟出了這個所謂的民調 現在這個民調看起來 你的內參民調沒有人 內參民調都是污著嘴巴講的 沒有開始這樣的明火 直上講你的民調 結果你現在確定已經不對了 不對了以後 現在黃三三 你這句話看起來四平八穩 很明顯啊 你是跟整個選委會 你是跟整個選務人員挑戰啊 不是選委員 他是挑戰我們的道德 挑戰我們這個社會的一個標準 一個簡單的一個道德標準 因為他不斷地製造新的標準出來 他現在的理 他現在的基礎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用到上次的行片的基礎 就是三百六十多萬票 作為他的支持 他以這個三百六十多萬票 形成一個暴力 形成一個霸凌的基礎 所以他的力量 是來自於三百多萬票 那三百多萬票怎麼來的 都是訴果原理騙來的 所以他騙了三百多萬票 然後再用三百多萬票 變白連教 白連教再來繼續霸凌你 他覺得他可以一直這樣下去 他就有 他用數量 他用他的報名 他用他的力量 來作為他的利潤的基礎 對 就跟他們的合夥人 他們的圈內 就是他的館長 館長的挑戰我的時候 他只講一句話 他說我是流量大王 流量什麼 我是流量怪獸 他流量怪獸 他一天有一百萬兩百萬 那我只有十萬二十萬 他就叫大家開始去封鎖 吳子家的留言 關鍵時刻留言 就在我們這個留言裡面 把我們搞得我們這個留言 塞滿 塞爆 搞這一套 這是什麼 叫做網路霸凌 那黃先生叫什麼 叫做暴民霸凌 他以霸凌為他的力量的一個展現 他這個就是肌肉 所以他昨天的記者會 也告訴你 我有八集 對 看到沒有 你們兩兵都被我抓到了 LB都被我抓到了 你們兩個藍白都空置在我手上 對 現在到你們昨晚坐牢大 他開始想要來起軍當中 想要來玩弄台灣立法院的 這個所謂的權力 POWER GAME 結果怎麼樣 結果怎麼樣 沒人理他 淘寶嘛 因為一個基本原則 你都忘記了嘛 因為你們是一群騙子嘛 你們是一群沒有信用的人嘛 你的信用被低落到 你講話沒有人相信 但是剩下一個什麼東西 剩下你敢講而已嘛 你敢講 然後我不信嘛 對 所以當黃先生今天在挑戰中選會 中選會 中選會做票 我還收到一個簡訊 他們還在中選會 炒要做票 他跟川普一樣做票 我沒有聽過這種第三名 最早要查 要查做票的 要做票 不是而且你還差了快兩百萬票 荒謬嘛 這為什麼他們敢荒謬 他是無知嗎 不是 他不是無知 他是暴力 他們是內心裡面 充滿了暴力的傾向 他們的這批人 充滿了暴力 充滿了攻擊 你看 所有柯文哲 他對人的發言 他對每一個人的發言 都是用暴力簡單粗暴 作為他的方式 他完全不複雜 他的溝通非常簡單 簡單粗暴 美麗島民調 假民調 全部是攻擊性字眼 完全沒有邏輯 而且粗暴 惡劣 就是下流 就這麼簡單 聽完會怎麼樣 爽 爽啊 整個荷爾蒙 整個高血壓開始上升 衝上來了嘛 黃先生一樣啊 他如果現在 不去喊茶票 不去喊驗票 不去喊坐票的話 他怎麼樣去對他前 在十三號之前 那個選前之夜 如何翻篇嗎 沒有嗎 而且他們什麼 他們直接從愛麗莎 開始攻擊第一 等於說開第一槍 開第一槍就講說 你中間輸了我可以認 坐票不對 坐票就出來了 當然後來大家 開始事實查核 開始出來說沒有這回事 他是其實有說了 我講的四平八五 我們都學武改革 可是你學武改革 你很多的質疑都是送的選屋人員的啊 不是 這個人身攻擊 他不是送的選屋人員 你都把它簡化 你都把它美化掉了 他的方式就是人身攻擊 他的方式是攻擊攻擊再攻擊 醜化醜化再醜化 抹黑抹黑再抹黑 它完全負面 他的用字裡面 你看他談 他談國民黨 這邊就是猴子屁股紅嘛 就是十年前的老梗 對 來罵國民黨 國民黨爬到樹上吃到屁股紅 跟國民黨又是跟民進黨一樣 那國民黨跟民黨什麼地方一樣 不知道 他講的 就是他來定義台灣社會 他來定義每一個人的人格 他定義吳子家 是混蛋 我就變成混蛋 所以他是神 他是耶穌 他是上帝 他是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一個神 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也 荒謬之極 好 瑞德 剛剛喊到說 今天選務機關真的充滿瑕疵 開票工程真的充滿問題 所以民眾黨民鼓而攻之了 對 沒有錯 那麼事實上剛剛要講到重點 如果你今天真的懷疑是有做票嫌疑的話 立刻提告 立刻重新驗票 很簡單嘛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認為你的阿伯應該有800萬票 他們不是號稱他們自己會有800萬票嗎 那第一高票應該是你這個 等於說民眾黨嘛 你要求驗票嘛 輸賴清德的這個侯友宜 輸90幾萬 第二名他都沒有出來喊啊 怎麼會是你輸了200多萬票的人出來喊呢 而且我覺得很不負責任就是克文哲 你們有發現嗎 到現在都沒有出來 那麼直接呼喊他的支持者 到此為止 四年後見真章就好了嘛 沒有 叫他們全部到此為止 不要再亂傳這個謠言嘛 這裡有一份 那麼 剛好我們封關了以後不能公布的 美麗島電子報名調 就是這個 第104波 那麼1月4號到5號的美麗島電子報名調 各位仔細看那個數據 在賴清德的部分呢 是35.7 估計賴清德應該會開出 接近559萬票左右 然後開出來是558萬票嘛 侯友宜是26.5 開出來估計本來是494到528 但是後來只開467萬票 少了大概30幾萬票 那是柯文哲的部分19.9 本來是最高328 但後來 因為他柯文哲的造勢 所以柯文哲後來衝高到369萬票 請問一下 這個是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的這個相關估計 不是叫美麗島電子報這樣 除了比較 除了少數幾家比較離譜的民調之外 大家的趨勢其實不是都一致嗎 對 都是這個樣子嘛 我不客氣講啦 還有一家很喜歡把柯文哲做 老二的那一家民調公司 後來再選前 柯文哲都盪下來了嘛 為什麼我們看民調講的是科學 不是我今天隨便帶一個結論站 我有10個人 20個人 50個人 我就說民調是這樣 不是這個樣子嘛 好 今天那麼他們 你要講 最可惡的是誰 最可惡的是包括艾莉莎莎跟彼特王這些人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葬事 你們在網路的流量 你知識誰我沒有什麼意見 大家可以在意識形態 或者大家在這個政治人物有不同的主張 我跟三號之支持的人就不一樣啊 大家可以彼此尊重都OK的 但是你不能污蔑我們24萬名的 這個投入選務工作的所有的人員 尤其是以公務人員為主 這些不是老師 就是公務人員 你說坐票 你知道 現在他們提出來的包括新北三重 包括這個新竹縣 包括嘉義縣 包括屏東提了一大堆 你知不知道 每個投開票所至少有13位以上的選務人員 13位都要一起集中這個坐票 然後我告訴你 13位之外呢 你知不知道還有監察人員啊 監察人員是不同政黨提出來的嘛 這些全部都通通這個加入坐票嗎 如果有要坐票的話 我問你 賴清德會贏了總統票輸掉立委嗎 國民黨會輸了總統票贏了立委嗎 會這樣坐票嗎 兩邊講好的嗎 我輸總統票 你輸立委票會這樣嗎 所以呢 事實上你們講的是無厘頭的 沒有科學根據 如果有瑕疵 你指出來我沒有意見 但問題是你直接無限上綱變成這個所謂坐票 保健 你知道他們現在已經 如果不只即使惡主他們這樣的網路的謠言的話 你知道多可怕 多可怕 他們現在已經講到說坐票百萬票 你知道百萬票什麼概念你知道嗎 全國總共368個鄉鎮區 總共投開票所也不過1萬7千多個 百萬票等於每個投開票所要坐票100多票啊 你知道嗎 如果你不惡主的話 明天就變成坐票200萬 剛好本來應該贏的 就變成這個樣子嘛 所以我就建議中選會 一定要把愛麗莎莎這樣移送法辦 這可以移送法辦 當然可以啊 這是犯法的 當然犯法 當然犯法 愛麗莎莎犯法的 我告訴你 愛麗莎莎他們這樣的行為 就是違法的 為什麼呢 只不過認定最後由法院去判決 法院去認定 我跟各位解釋 他們犯了什麼法 很簡單 如果是輕微的話 輕微的話呢 你違反了社會秩序維護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你散播謠言 已經影響到大眾安寧的話呢 你就是3日以下的居留 3萬元以下的華金 但是如果你情節重大的話呢 那麼你就是至少 我問你 坐票是誰坐票 影射誰坐票 選務人員 影射選務人員坐票 每一個選務人員被你們影射的人 都可以提告 提告什麼 妨害民意罪裡面的毀謗罪 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般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但是因為你們利用網路嘛 利用傳媒 利用網路的話 加重其刑 所以是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任何一個選務人員都可以去告 台灣是一罪一罰 所以如果你影射這個相關的 這個選務工作這個投開票所 任何人你影射這個的話 裡面的13個人以上 每個都可以去告一罪一罰 一次告就說兩年以下有期徒 累積累積累積 每個人都可以累積 台灣不是沒有法治的國家 不是沒有法律的社會 不容許這樣的言行一直這樣出來嘛 那麼黃志賢今天呢 我跟你講黃志賢事實上 大家政治立場雖然不一樣 黃志賢在最近的這個 投票前的一些分析 是非常有邏輯性的 他自己也說他自己就被邀請 因為他排隊在很前面 被邀請在投票前 打開讓他們進去 看整個票鬼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裡面都沒有選票 所以呢現在已經是什麼時候了 現在包括監票人員 包括各政黨的代表監察員 包括大家都在看 你沒有十足的把握跟證據 你憑什麼污衊人家做票 想這樣的污衊行為 台灣不是只有言論自由而已 自由以不侵犯他人自由為原則 自由並不表示你就可以 惡意的詆毀毀謊國家 造成社會的動亂 你們的教主一天到晚在罵人家網軍 你們的教主這時候 應該出來針對這種網路謠言 做一個澄清跟惡主吧 好 惠誠 我真的不可以相信 台灣都解嚴多久了 台灣進行這個選務工作 已經多久了 而且現在不是一黨獨大 現在是三黨在這個上面 大家的崩的都很緊 三黨都有能力 今天我跟他講 我真的我對黃三三 我對黃三三的情感 我是滔滔江水 如果民調輸了 你就羞辱人家民調公司 現在選舉輸了 去搞人家選務人員 是 寶吉哥 你知道他們現在在幹嘛嗎 他們現在在指路為馬 把黃三三現在所有套路 其實都是完全在copy川普的狀況 現在我們跟妳講 我們現在想說 川普當時不是1月6號 然後煽動所有的支持者 衝到國會大樓 去為他討回公平嗎 還記不記得當時 川普一樣是用什麼 我們美國現在被人家做票做掉了 我的勝選被那個就是拜登他們 用做票的方式弄掉了 所以號召所有的一個支持群眾 衝入國會 結果整起世界 連他的副總統彭斯下巴都掉了 他還甚至一度跟彭斯說 你應該要拒絕承認這一次選舉的結果 結果彭斯說我沒有權利啊 所有的證據都證明你就是輸了 他竟然還因為這樣告訴那個彭斯說 你太老實了 為什麼這整件事情現在會在美國 美國引起很大的一個爭議 因為在2023年的8月的時候 華盛頓聯邦的政府 對川普提出告訴起訴 正式起訴他用三四個罪名 其中有個罪名叫做密謀欺判美國 密謀欺騙美國 他說你所有的謊言 跟所有的你指控說 他們做票這件事情 你都清楚的知道你自己在說話 所以你的罪是在於 你在很清楚知道 美國這次選舉沒有問題 你卻欺騙美國國民 你卻欺騙你的支持者 我們是被做票做掉的 那民眾黨知道自己在講什麼嗎 當然知道 因為現在看起來 你有沒有看到川普現在情況怎麼樣 再度捲土重來耶 所以他是有用的 什麼有用呢 現在整個川普有個五部曲 哪五部曲 選前開始說我們一定會贏 我們一定會贏 當選輸了之後 說別人做票 別人有狀況 結果後來在1月6號的時候 號召所有群眾上國會殿堂 為他們奮戰盜使 當美國政府開始起訴川普的時候 他說什麼 他說我是受到政治迫害 我是你們議員 當我受到政治迫害 你們未來也會受到政治迫害 而且我會為你們的自由捍衛到底 換句話說 現在整個黃珊珊 循著川普的套路 現在已經走到第幾步 第一步說謊 第二步說謊到底 而且號召她的支持者 對這一次的一個選舉結果 產生攻擊 所以一旦如果剛剛不是提到 艾麗莎莎要送司法嗎 他們就會開始端出第三道 什麼套 都是政治破壞 政治在迫害我們 政治在奪走台灣人民的自由 他們所有套路都在學習川普 而川普被認為最大罪行是什麼 他用謊話來攻擊美國的民主跟自由 好 後者 今天黃珊珊的這個臉書的貼文 真的非常沒有政治道德嗎 因為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真的是對整個選務人員 非常大的一個質疑 跟污蔑嗎 你選輸了第三 有看過選輸差這麼多票 居然做這種質疑的嗎 我覺得他們就是沒有下線 講句話 沒有下線 沒有下線嘛 也沒有底線嘛 他說他理性科學務實 實際上是什麼 民粹造假跟唱高調 你像他現在講 講說做票就是民粹嘛 造假就民調嘛 他民調多惡劣 那時候講 不是他去2022選的時候 說我民調第一 那就算了 你口頭講 後來變本加厲 對不對 今年大家想說 他現在做的民調是假的 大家回想一下 在那個時候藍白河的時候 那個時候 他還去質疑說 你聯合報沒有上傳數據 本來要把聯合報剔除 然後說美利亞電子報有手機 不行 大家記不記得 除了他自己上的那一份之外 他還找了一些學者 去做民調 然後學者呢 就趕著去做 然後符合他的條件 然後在公布民調之前 還是先去他們黨部開會 開完之後才去 才去開記者會 對 他拿兩份假民調 去否定人家四份真的 然後最後還說 你們是6%黨 你要我們讓6% 你想想看 他做了兩份假民調 然後去說你國民黨 這些人是6%黨 這個有多惡劣 他不是拿一份是做 拿兩份 你的科學在哪裡 然後最近他們現在講的 全部都是唱高調 對不對 他們哪裡是科學 他們是神學啊 對不對 反正你只要信仰 就活在那個另類真實裡面 現在再回顧他看說 柯文哲當什麼講的 我絕對還在競爭的行列裡面 很多把柯文哲做成第三個民調 是假的 要一個一個記錄 選後來看誰沒有傳故事 要讓假民調一次徹底現行 他就選後以後 你就是老三啊 選了老三以後他就說 我還沒有時間看啊 回去整理一個表啦 來看看台灣民調到底什麼 結果人家就做了 整個做了表了 真的把你做表了 最後什麼 你的內參民調啦 你的這個所謂的木炭民調啦 這都欸 求生命啊 都是你的你的都不準 那我覺得 黃國昌講這句話是最妙的 現在你就回過頭來 檢視 這個太有趣了 黃國昌就像神經講過 你覺得我們會蠢到 我花錢去做假民調 來騙我自己嗎 要不然就是你很蠢 騙自己 要不然就是你很壞 騙大家 保安哥你不覺得很怪嗎 就是說明明馬克文哲也好 黃國昌也好 每一段話抓出來 都在做什麼 都在自打臉嘛 但為什麼還是有三百多萬呢 為什麼還是有支持者跟信徒 要去相信他們所講的話 沒有人去挑戰這些質疑啊 這都是白紙黑字 直接看到東西 對 代表你忽略了一個件事情 柯文哲做這些做法 跟說這些謊話 都是有一個pattern的 怎麼樣pattern 你看 當初柯文哲 民調贏侯有儀的時候 他說什麼 民調贏侯有儀 他說我跟你講啦 你政治實力沒有用啦 你這些什麼裝腳組織 正常系統完全沒有用 這句話是不是實話 然後給你選也選不贏啊 這句話是謊話 但是當下講出來有威力嘛 因為他說你看我們民調就贏你啊 對不對 等到民調 他輸給侯友儀的時候 他開始說什麼 說我跟你講啦 民調都是假的啦 保安哥你別忘了喔 那時候柯文哲還開記者會 然後丟出一份內三民調說 好啦好啦 我不說不說了 你自己看就好了啦 那一份內三民調就顯示 他贏過侯友儀嘛 對不對 然後開始拿著這份資料說 你們這些人通通都是假的 所以他最後一個pattern是什麼 當他選輸了 他可以硬奧一件事情 說沒有 跟你講 選物機構通通都有問題嘛 所以你一直用科學的邏輯去思考 柯文哲的每段話 一句一句拆開 都不成道理 但其實他是有一個系統性的 因為他是一種信仰 他是一種宗教 這個叫做為科學三個字 為科學 對 而且這個科是柯文哲的科 為科學 保庭哥你知道他不是說很爛喔 也不是說造假喔 你知道他跟科學最大的差別在哪裡嗎 你沒有辦法證明 你沒有辦法證明他到底是對是錯的 所以仔細聽聽看 柯文哲的每一段段話 對不對 柯文哲今天說 我跟你講喔 我民調這邊這個獲勝對不對 他問題是他有沒有給你加權方法 他有沒有給你抽樣的東西 沒有 他全部通通隱藏起來嘛 反正他就跟你講嘛 他說國民黨的政黨 所以都是假的啦 有沒有辦法證明 沒有辦法證明 所以等到最後面民調封關的時候 柯文哲不斷的主張自己是老二 不斷的主張自己可以追二忘一 而且已經在誤差池內了 都沒有辦法證明嘛 所以你看看 今天為什麼柯文哲 開始可以透過這些網紅 透過這些我們講 側翼也好 透過這些理論很大的人 他們在訴求一件事情 看起來很科學對不對 他們比如說愛麗莎莎出來 所以有啊 你看啊 我們這個影片裡面 就有人拿這一疊出來 不知道什麼紙的 然後大家在那邊散播 然後用洗這種版面的方式 開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影片滿天這種飛雪一樣 一大堆 那寶寶哥他都有一個重點 你有沒有辦法證明說 他真的是作票 沒有辦法嘛 他就是你視為真 這個概念就是衛科學 衛科學的意思就是說 看起來很像是真的 但你根本沒有辦法驗證 也沒有辦法用理性的邏輯推導 他的目的不在於說 希望能夠驗證為真 所以各位柯文哲還 他只要造成毀謠 對 他造成毀謠 他讓你相信就好了 今天市面上衛科學那麼多 包括科幻電影都會演啊 人體什麼解凍 把人體冰凍起來 你就可以保存三十年 這些倒是真的還假的 當然是假的啊 這看起來像是真的嘛 柯文哲他很清楚 因為他從頭到尾不是在玩 科學理性物食 重點是最後那兩個字 物食 因為物食 所以我的科學可以調動 因為物食 我的理性可以改動 所以你看 隨著柯文哲的講法 包括他所謂的科學論 他可以今天跟你講民調 明天跟你講別的 然後後天又跟你講街頭訪問 這些東西都可以隨著柯文哲 做動態的調整 而所謂的理性 他也可以今天跟你講理性 當作一種口號 當作一種訴求 事實上寶寫哥那是什麼 那只是信仰的口號 信仰 白連教的信仰 叫做科學理性 但這兩件事情都不是真的 只有一件事情是真的 也就是物食 物食是真的 那你說柯文哲 為什麼現在要去營造這個東西 他要鞏固基本盤嘛 因為各位 當如果侯友宜民調超過他的時候 他必須要摧毀這個東西 才能鞏固他的價值 當他的整個選票 已經潰散的時候 證明他先前說謊 證明他是假民調的時候 他必須要訴諸一個焦點 也就是 不是我們錯 阿北沒有輸 錯 是錯在選物系統 一切都是假民調 這是要讓柯文哲自己開脫 讓自己的基本盤 能夠得以鞏固 與此同時 對於這些網紅 以及這些側翼而言 他們要的是什麼 民生啊 我們捧著百萬流量 來去聽你柯文哲 每個人都喊出六百萬 今天這個臉 我們怎麼丟得下 今天這個臉 如果粉絲把矛頭指向 我們怎麼辦 所以對他而言最好的方法 說謊說到底 說謊說到底 所以各位 這就跟詐騙集團 會推陳出信一樣 如果今天詐騙集團 一開始說 爸爸媽媽媽我拿去了 沒有用的時候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再第二個變成警察局 你好我這邊警察局 你的這個帳號遭到監管了 再第三個沒有用的話 我變成銀行業者 推陳出信不斷變化 他不怕引證止渴 不怕被人看穿嗎 當然不怕 寶貝哥我怕什麼 不怕被看穿 我被你看穿了 你知道我做什麼嗎 我再掰一個謊就好了嗎 我今天我這個民調輸你 我再掰一個 今天我選票輸你 我再掰一個選物 所以寶貝哥 那還會有人相信 不是 如果不相信 如果失敗了 我就再想出一個新的 重點是只要有人肯持續被我騙 這個謊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我就會繼續把它掰下去 好 候選人 你特別聽到說 如果你今天去看了 柯文哲所有的口號 你會覺得非常荒謬 剛剛講的理性科學物資 既不理性更業不科學 更不要的是公開透明 你的公開透明在哪裡 還有公開透明就是你的陽光三法 你的陽光三法 最透明的就是你的副總統 候選人的財產申報 都沒有 我覺得他們昨天在提這個 四點 四點那個國會改革 我先講喔 聽證調查是 早就民進黨跟國民黨 早就提過的主張 然後我們昨天講人事權 人事同意權 就是說你不可能可以把 人事同意權擴張到 內閣圓 因為你 你隔窺同意權沒有 你怎麼會有下面嘛 原本法令規定的有 而且那個講起來很複雜 比如說我這樣講 憲法層級規定的 考試院 監察院 司法院 我覺得他們自己都搞不清楚 這三個東西是要 全體國會議員的半數 是要國會議員的半數 不是出席者過半喔 但是我們在講什麼 公平會 NCC 那些東西是出席者過半 我們光人事同意權 就有好幾個成績 你現在講的到底是哪一個 那你要那個東西是要不到的 然後我又講 他講說那個 那個立法院長的經費要透明 我講立法院長沒有多少錢嘛 而且現在有經費機會 每個月開一次會要多 你還要透明到哪裡去 你薪水一個月 你一次一個月 那你開一次還不夠嗎 你要透明到哪裡去 把他講得好像天大地 天大地一大一樣 最重要的是 他講利益迴避 我說你講利益迴避 那你現在告訴我說 吳欣營的那個 那個財產申報 到底什麼時候給我嘛 對不對 他那時候 剛剛當立委的時候沒結婚 大家沒話講 滿了一年之後 你去年底就應該補申報 你不管你是不是不 對 你現在是立委身份 對 他到現在還是不分去立委啊 你不要說你總統選完了 總統候選後選真的沒有 你還是不分去立委啊 你今天來講說 我要把規格改多言 你無信一批就是批 到現在來講 那個東西可以連續罰 到現在也是沒有 你現在民眾黨是準備說 等他拖到他現在不分去立委之後 就當作沒這回事嗎 你這樣的一個黨 你有什麼資格去講別人說不公開透明 你們先把自己的鬍子刮乾淨 把這屁股擦乾淨 你再來跟我講說什麼陽光棘法 好 瑞德 總統講 他不是丟出什麼四項程度 而且他們還說 我是給你出考卷喔 我出考卷以後 我要看到這個所謂的藍綠 你怎麼打喔 打了以後我再做第二項 我們總統講 你只有八席 你要這麼五十幾席的人 來聽你的話 根本不可能 還有你講說 現在藍跟綠都被你嚇壞了 因為你連最 就像吳董總統講的 你連最基本的誠信都沒有了 你的最基本的道德都被 質疑了 誰敢跟你合作啊 現在不可諱言 那麼在國民黨跟民進黨裡面 都有少數的人說 那我們要不要跟民眾黨合作 可是問題是 我已經講過 昨天就在節目裡面講過了 民進黨的支持者 相較於對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本來就是政敵嘛 就是不一樣的競爭者嘛 相對於民進黨的支持者 相對於對國民黨的反感 事實上仇恨值最大的 就是柯文哲 為什麼呢 因為民進黨的支持者 有一種那種草根性 本土的那種氣質啊 愛恨分明 他最痛恨就是過關的人 十年前是怎麼樣幫助這個 柯文哲的 你還記不記得柯文哲 選前的時候怎麼說 柯文哲說 當年 想當年2015年那些時候 王定瑜他們要選舉或怎麼樣 都來拜託我 有沒有 都來求我 都來拜託我 我還去幫他那個選舉 我還去幫他助選 還不是助講幹嘛 你怎麼不說2014年 民進黨是怎麼幫你的啊 你沒錢沒人 沒事沒力 不要講民進黨 我是怎麼幫你的 我講坦白的 我們是怎麼幫你的 拿過你一毛錢嗎 連姚立民都沒有拿過你一毛錢 還好姚立民沒拿那一包 他車上的那個錢啊 要不然今天被他講成什麼樣子 這些人無怨忽悔的幫你 最後的結果你是怎麼樣 翻咬人家一口很簡單嘛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人的特性嘛 這個人的特性厲害到我個人非常的佩服 為什麼呢 康文哲是一個什麼樣 凡是做過的事情都否認 凡是自己說過的話都否認 最厲害的是他還可以公開向全國講 他不是一個善變的人 我的天哪 他不是一個善變的人 我跟你講 臉 我以前讀那個李中吳的後黑學 我終於見識到了什麼叫做臉厚 當然他心沒那麼黑 但是臉皮厚的程度 莫怪這些年輕人 會被騙嘛 因為這些話我們講不出來啊 你劉寶傑跟我講得出這種話嗎 對不對 所以你講不出來嘛 你可以完全無視於現狀 無視於自己講過的話 他曾經講過什麼 北部的議長哪一個不是黑道 不是他講的嗎 把黃玉玲說成是太監 也是他講的嘛 對不對 說自己的相關的中評委也是狗 也是他講的嘛 對不對 所以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年輕人為什麼喜歡他 因為年輕人 我講坦白的 年輕人就熱血熱情衝動嘛 所以事實上 現在事情演變到這種程度 照理來講 你應該善於利用你現在的政治資源 我不客氣說 他這一次的那個相關的立委的歧視 跟我們的估計 莫怪柯文哲現在 其實他是不太高興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選前幾天氣勢 稍微降下來 如果沒有意外的時候 那麼本來估他至少會 八席起調最多到十席 就沒想到他只有八席啊 那麼柯文哲照理來講 可以部署自己 2026年的九合一大選 縣市長的這個選舉 縣市議員的地盤 而不是現在任由這一些 我覺得我太太講的一句話很好 為什麼呢 柯粉不是說他們是小草嗎 難道你可以腦袋長草嗎 再講一遍 難道你的腦袋長的是草嗎 有的腦袋長的是豆腐渣 難道你們的腦袋是長草的嗎 對 董事長 這樣剛剛有講的喔 像我覺得這個時候很妙是 最激烈的兩端是一個柯粉 跟柯黑的大對決 對 這件事情 這次選舉有一個最荒謬的 一件什麼事你知道嗎 我們大家都事後證明 柯P是騙子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 這個騙子更荒謬 騙子以為這個300多萬票 是他的property 是他的資產 不是嗎 完全搞錯了嘛 他們覺得多驕傲 我一個成立在四年的政黨 我依人之力 讓藍綠兩個雞飛狗跳 然後呢 我一個人一次 我就可以拿到369萬票 我們就講這個 如果沒有蓋牌這十天 他怎麼騙 蓋牌大概開始騙了 因為我每天看民調嘛 因為蓋牌所以他的騙數得逞嘛 他說他第二名第一名 所以他騙嘛 對不對 所以傻瓜就跟他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嘛 這是蓋牌得逞 我跟你講 簡單一個事情 討厭 討厭藍綠 討厭國民黨 討厭民進黨的人 不得不選擇民眾黨 因為我太討厭民進黨了 太討厭這個國民黨了 你知道嗎 這個核心問題 並不是民眾黨可愛 是因為這兩個爛黨 逼到大家沒有選擇 擠到這邊來 無路可走 無路可走嘛 所以他的騙數得逞 是諸多條件的一個綜合體嘛 那如果來綠還是這麼討厭 他還是可以活下來啊 還不可以存活 柯P現在有一個本事 已經被全台灣確定了嘛 叫成事不足 拜事有餘嘛 過去的柯P 剛才台大醫學院的柯P 跟今天的柯P是兩個人嘛 一個是已經變成一個 過去是一個單純的醫生嘛 是一個台灣有名的 我們國內驕傲的一個名醫 葉克彭專家 對 那今天是個什麼 今天充滿了謊言 從頭到尾的謊言 而且另外一點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團隊有一個很特殊的事情 什麼特殊的事情 他的副總統 辦法不報他的這個 財產申報 財產申報 拒絕財產申報 他們以這種得到權力以後 然後用特權作為他們的特性 講難聽一點 我無恥加都認為我身為一個 社會的一個典範表率 我要非常檢討我自己本身 每天的行言行舉止 那你就不要罵髒話 你被拐上罵 你被拐上氣到罵髒話 第二天就 不要跟在手上 你不計較嗎 第二天就道歉 我承認我失敗髒話格 髒話功 不是 那個道德 那個道德感要非常的低下 你要對這個道德無感的人 才可以講那種話 我就嘗試著用他的方式來模仿他 來攻擊館長 不是 你受過一點教育 你有一點基本道德 你做不出來的 第二天 第二天我就承認失敗了 我承認失敗 但是我起碼承認失敗 柯P行騙的結果 硬拗不失敗的 這永遠是對的 柯P是永遠是上帝 他是耶穌 他是神 看到沒有 騙子當作神來 當作自己當作神來處理 所以神不能出錯 柯P本身的操弄的方式 我們已經通通完全了解了 他是負面的方式 他個人已經黑化了 所以那這種黑化的人 會成大事 不會的 你放心 在歷史上沒有這樣成功過的 這個不可能 因為這個是小局 那這種局 就是我剛剛講的破壞者 可是有人講喔 現在年輕人都挺他 甚至假如現在高中生都挺他 四年後 有四年的高中生 要來進來有投票權耶 我告訴你另外一個現象 我說民調上看出來 當他的20到29歲增加的時候 你知道是什麼樣的情況嗎 他的40到49歲離開 這很簡單嘛 中間理性離開 因為到了40歲以上的人 知識有了嘛 然後財富有了嘛 生活安定了嘛 就考慮到教育問題嘛 考慮到很多其他的社會 道德跟觀感問題 當他這個所謂的白連教增加的時候 他的中間理性離開了 所以他永遠不可能當選總統 但是他永遠可以讓別人落選總統 他永遠可以讓一個成... 國民黨永遠落選 他剛好吃國民黨吃死了 因為他國民黨沒有年輕選票 當國民黨沒有年輕選票 這個結構沒有改善一天的時候 柯P永遠會得逞 而且吃定國民黨 讓國民黨永遠在野 這不是講說 現在藍綠都怕死了白 覺得不可信任 沒人敢跟你打交道 不對啊 今天許智傑講啊 白玉有很多劉秀人員啊 很多民眾黨的立委 像張綺路啊 還有賴湘林啊 還有欸 他說國防專業的黃曙光 都可以是內閣的人才耶 黃曙光幹嘛 是要當國防部長的耶 那第一個這件事情 黃曙光是什麼派系的人 黃曙光是英系中的英系嘛 所以現在大家提出各項名單裡面之內 黃曙光當然也被羅列在那邊 跟我跟各位保證啊 所以 今天跟他講的 黃珊珊是小英女孩 他哥哥黃曙光是英系的英系 小英女孩黃珊珊喔 其實最主要還是仰賴他哥哥嘛 因為黃曙光跟蔡英文在潛建國造 合作上的關係 所以他才有這麼穩固的小英女孩基礎嘛 所以保麗哥反而顛倒了 重要的是黃曙光 重要的是黃曙光 對 反而不是黃珊珊 這是第一個層次的問題 再第二個 許智傑什麼派系 難怪他跟金甫衝 建的第一面 講的第一句話 你們要吵我哥哥嗎 對 還偷偷講 私底下講 過場的時候趁沒有錄影 說那個潛建國造案件是怎麼樣 當然嘛 互割心切 但許智傑坦白講 因為過去他還在這個 一把鼻鼻鼻鼻鼻鼻 又選得很激動 好不容易選上之後 馬上把這個拋出來 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想要幫賴清德 還是想要害賴清德 還是另有目的 因為今天第一個 許智傑他是新潮流 所以他當然很清楚 對於賴清德的人事布局而言 不可能在任命上 繼續沿用英系的國防外交人馬 賴清德一定自己有自己的刨算 首先你新潮流 光是內部要怎麼去均分都不知道了 再來你還有正國會 才會輪到英系 所以當許智傑講這東西 我一看我看懂了 這是講給民眾黨聽的 會不會成真 我跟他保證 這件事情絕對不會發生 那不會發生幹嘛講給民眾黨聽 把一個幼耳在那邊嘛 這個講白了 許智傑能代表柯建民嗎 不能 許智傑能代表民進黨黨團嗎 不能 當然不能嘛 如果今天是林俊憲出來講這段話 那我就會敬畏三分喔 我就想說你賴清德真的要服軟嗎 當然不是嘛 因為今天是許智傑跑出來講這段話 所以很顯而易見的 第一個是他個人觀點 再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他是要讓民眾黨這些人產生動搖 最主要目的是什麼 分化 就是雨萱的年輕人 跟我們這個老年人 有一段不同的價值觀 民進黨我太了解了 他丟黃曙光 不是要給他當國防部長 是警告黃珊珊 你不聽話 你哥哥就被我抓起來 他是警告他 移送法辦 你不要搞錯啦 可是他幫你國見國照耶 國見國照 可是我們已經告到北檢了嘛 他當然知道啊 你這個被告在北檢貪污被告 我怎麼可以當國防部長 許智傑當然沒有代表性 你記不記得以前 這個 這個李登輝去打宋許智是誰打的 一個西流皮我忘了名字了 西流皮 楊什麼 楊 楊幾雄 楊幾雄 他用個西流皮楊幾雄打 這不重要的人講最重要的話嘛 這老套了嘛 政壇上大家都懂嘛對不對 宇宙大爆炸就是他講的 你忘記了嗎 跟無奶人這些人喝酒 就是他幹的 他專門研究宇宙大爆炸嘛 所以法國話都是他講 所以他現在講黃曙光是幹什麼 是告訴你黃珊珊 老哥要被我們抓起來啦 但是警告你不合作 黃曙光坐牢 哪裡是好話 黃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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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曙光